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被导弹击落 我们来看现在俄罗斯电视台所听过的技术画面 现在我们专题报道来报道这个马航实施客机的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将更多的准确的信息带到您的面前 我看到了一些残片掉下来 然后我去看 我看到了许多尸体散落在各地 最后是一个飞机掉下来我才发现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现场的画面 很多住在当地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场景 我们当时在游泳 然后我们听到了巨大的响声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爆炸的情形 然后有一些残片掉下来 后面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冒烟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我的弟弟当时在那个地方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马航的飞机失事 而且有很多的尸体散落在各地 他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这个地区现在正处于冲突 而且在这个地方 人们确实不方便去看现场画面 我们看到了这是当地居民拍摄了一些画面 我听到一个巨大的响声 然后我感到了有巨大的爆炸的声音 我感到有东西掉下来 原来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的机身 我们爬到了这个屋顶上去 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一个飞机掉下来了 波音777120是1995年投入使用 而且它能承载440人 首次飞行是1997年的7月17日 那么最后一次飞行是2014年的7月17日 也就是整整的17年后